海藻长发,波西米亚长群三毛,对奇遇的影响远不止于此那是台湾流行音乐迅速崛起的1985年,带着小迷迷心情的奇遇与三毛有了第一次的不期而遇。 当时的奇遇已经签约滚式唱片,并成功凭借1979年三毛作词的橄榄树,在约塔打下了根基。 看着站在恩师李太祥身边的三毛,奇遇有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惊喜。 二十二岁那年,三毛至于奇遇,还是那个躺在李太祥钢琴曲谱上,为橄榄树属名此作者的名字。 但实际上,除了海华恒意的女作家、灵魂此作者两个标签之外,奇遇对三毛的认知,一直主要来自于书中。 奇遇很难相信,眼前这个语速颇快,讲话戏声戏气的温柔淑女,就是他少女时期自爱独物,撒哈拉的故事的主人公。 那个连登记结婚,都随性套上一件大蓝细毛补就衣,去厨房装一把香菜别在阔边草帽上,做装饰的法托侠女。 曾经只能在照片上仰望着的流浪旅人,一下子来到了奇遇的生活中。 那一年,三毛42岁,奇遇28岁。 他们的人生轨迹天差地别,却又难得一致,三毛用半身去流浪,而奇遇的心对流浪的渴望从未停歇。 三毛出生在重庆,奇遇偏偏也最爱种口味,不仅是辣,对花椒更有着莫名吃迷。 两个女人相见恨晚的那一年,可惜离世六年,三毛尚未完全从痛失之爱的阴霾中化过神,变衣,头扎进了回声专辑的创作中。 专辑收录的十一首歌,全部由三毛以第一人称撰写歌词,作品写进了他前半生的酸甜苦辣,更有与和西相知相恋的甜蜜,以及艳阳两个的气素。 云范是个奇妙的东西,能将陌生人快速拉近距离。 三毛眼中的奇遇,是那个每天跑到他将阁楼上席地而坐,缠着他说过往故事的,笑起来很大声,很爽朗的二十八岁姑娘。 他们将故事里的细节用于专辑创作,更天南海北无话不谈,对古典文学都很着密的二人,常常能将红楼梦聊到深夜。 在奇遇和潘月云的记忆里,三毛家总是先尘不染,除了被收集来的旧物,占据大半空间,三毛家四处都堆满了书。 因为不怎么下厨,连厨房最终都被书占满。 奎生创作的九个月中,奇遇和潘月云被三毛影响颇深,他们只会时常会不约而同的统一着装,看到彼此时难免相视而笑。 一席波斯米亚长群脱地,一头还早长发,随意披伞在肩膀,性感而又神秘。 三毛曾说,台湾能将波斯米亚长群,穿得最好看那有三个人,奇遇、潘月云和三毛。 在三毛眼中,潘月云的前世是埃及印后,而奇遇则是天使,回生这张文学唱片,被创作完成后,名字取自三毛的英文明而口。 奇遇用三毛认定的天使之音,将彼此三毛流浪的前半声唱得完满。 这世上,很少有人值得另一个人哟。 三十五年的光阴将她的姓名铭刻在心中,但三毛之于奇遇就是这般的存在。 三毛是那种靠感情而生立命的女人,爱人在哪里,灵魂就在哪里,流浪是追寻自由,而停住则是因为爱。 二十八岁的奇遇,被这样的三毛深深打动。 心事,是三毛姐姐都可惜的故事。 奇遇在歌手中回忆每当唱起歌词,浩月当空的夜晚,交出了,再不能看我,再不能说话的你。 同一条手帕擦你的血,是我的泪,就这样跟你睡了娇柔。 奇遇总能记起三毛口述这段追心刺骨诀别场景时的悲伤神情。 以着过往,也忍不住唱红的眼眶。 在另一档节目歌手的秘密中,奇遇透露,监视,对三毛来讲是很重要的歌。 路之王很长一段时间,三毛都不敢听这首歌,因为对他来说,这段情感是太大的伤痛。 奇遇选歌的挣扎如坚持歌手,让监视,有了未来发生的机会。 如果说,何希是三毛的执念,那么在歌手舞台上演唱金氏,则是奇遇的执念。 歌剧式的趋势,灰色的调子,古典风格的编曲,下文诗,一般不可捉摸的段剧,种种非常规的原生基因决定了,金氏很难在第一时间具备观众缘。 不少人趁奇遇换歌,奇遇果断的拒绝了,他们都替我担心,怕台艺术性,怕来听的朋友没有共鸣。 我只觉得,不成功变成人。 奇遇心中有一种赌。 定,因为歌手是非常包容的舞台,他想唱的歌,想表达的情绪,完全可以在这里释放。 金氏不够主流,即使是在演唱会的歌单上都很难排到,但这次却能够在大众电视媒体外室,奇遇因此分散感谢歌手节目组。 就像奇遇所说,听说奇遇要唱金氏,所有人都疯了,但最终令奇遇乱心的是,歌手总导演洪涛,决定陪着他一起疯。 事实上,从演出效果来看,金氏是震撼人心的表演。 即使有的年轻观众并不了解歌词背后的故事,但单纯能唱哭众人,足以证明奇遇和三毛的金氏,具有触达人心的力量。 三毛是想去做什么事情站起来就去做的人,几只极形的个性,很重。 奇遇自己可能都没能想到,三毛对他的成长有着如此之深的影响力,不知不觉间,他的支柱,他的强执行力,都跟当年的三毛如出一辙。 真正的艺术,常会因为不够讨好大众审美,而被商业行为只顾,这也是金氏在被创作出来后的第34年,才被搬上大众电视媒体的原因。 奇遇一直在等待着天,为了原谋,也为了弥补对三毛的愧欠,事实上,原本三毛想要发表在专辑中的歌词另有版本,更加唯美,古典,但被当时的滚事判定,并不太适合一歌曲的形式传播。 作为回声制作人的奇遇和王心莲,却说三毛重新修载歌词的风格,这个请求被心思细腻的三毛应远了下来。 十一首词,三毛重新创作了十首,专辑中唯有满月与演唱的《小梦蝴蝶》,最终被保留下来,那才是真正的三毛风格。 奇遇回想起来不无遗憾,我们硬是让他变成了一个大家眼里的三毛,书影想要的三毛。 我不知道当时的自己是不是有一点失礼,让三毛在创作过程中,再次掀起结架的伤口,正让奇遇被感不忍,后来他创作不曾告别,就是替回声送给三毛的歌。 在飞马毕鲁的航班上,奇遇边创作边游泪,一气呵成,将对三毛的思念,与一句深埋心地的对不起普及普及了歌词。 在奇遇的想象中,当年吟笑演艳的三毛姐姐,也许正坐在她的身旁,读懂了她文字里的想念与惆怅。 如果她没有走的话,以她的思埃,她的感性,她对生命的热爱,一定能带我们看更不同的东西。 奇遇不愿罔顾三毛的真情,登上歌手舞台,她想将三毛和何夕的金氏爱恋唱给当下向往自由,迷惘于爱情的年轻人情。 年轻时的奇遇并不能真这样读懂三毛,到了这个年纪,无论情绪还是同理心,都更适合唱三毛。 在芒果TV歌手的秘密中,奇遇将她对三毛的念念不忘倾诉出声,看她的书,我可以随时和三毛姐姐在一起。 她递书,始终可以给我们启发。 三毛式的生活曾影响过一代人,也许。 但今世在杜贝畅想的当下,三毛那追求自由的灵魂,和至情至性的爱,还将影响越一代人歌手的未尽之谜。 现在芒果TV歌手的秘密,每周六。